好,同学们午安 今天Digital Janice 会跟你们一起来做一份复习 分数的约分和百分比的复习 因为老师发现在上一堂课的百分比当中 很多同学会倾向于把所有的号码先成了 然后一起除 并没有说会去善用到月减这一个方面的知识 所以呢,今天老师会用今天的这个时间来跟你们一起 再复习一下怎么去约分 然后再看回去我们的百分比是不是用约分的方式 会比你们把号码成大了 再来除的之后更容易和简单呢 OK,所以我们今天先开始 在分数的乘法里面和约分 它们两者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比如说,我们先看第一题 十五分之八乘以十六分之九 OK,它通常该怎么去做 怎么去算到答案呢 在这里呢,通常我们以前 乘法里面我们都有学过说 分母相乘,分子也相乘,对吗 所以通常我们的做法都会是 把八乘九和十五拿来乘十六 八九就是等于七十二,十五乘十六就很大 你必须要在旁边再另外去算那个速式 OK,比如说六五三十 十,然后一六六加三九 还是什么,然后你最后送到的 就是比较大的号码 比如说去掉两百四十分之七十二 OK,那在乘法里面 记得记得,我们有说过 答案必须要越减 OK,所以 越减的话就是除以某一个号码 所以在这一边 OK,除以十二 然后这个是二十 因为二十二,二十四有一个零 然后,七十二的话呢 越减起来的 应该是六 所以答案是二十分之六吗 答案已经完了吗 还没有哦,在预待问问自己 这个数字已经是最减分数了 如果不是的话,还要再继续约减 所以在这一边 二十分之六 对了,我们还要约减 所以我们再除以二 所以这一边 二十就变成了十 六就会变成了三 所以你最终的答案是十分之三 所以这个是我们通常会遇到 分数成法的时候的做法 那今天呢,老师在这边就要带你们 怎么去看看约分 OK,怎么让你 从不需要经历那么 去把号码算大的那个过程 因为当你把号码算大的过程的时候 你也可能很容易犯错 所以在这边老师会教你们 怎么在乘法里面做月分 OK,把它月掉 所以呢,在这边老师再给你们一个ideal 乘法呢,是可以让数目前后互换位置的 比如说,我们以前常常学二 二乘三等于六 我们那三乘二是不是也等于六呢 所以呢,在乘法里面要记得 记得,乘法是可以让数目前后互换位置的 比如说,这一题这个题目 十五分之八乘以十六分之九 在这一边呢,为什么我们会直接把分母乘 相乘分子相乘 因为我们发现到这个分母和分子 它们两者并无法 约掉,因为十五的话是三还是五 八的话是二还是四 所以在这边,他们都无法 约减 对吗,所以在这边你要记得 乘法是可以让数目前后互换位置的 怎么说,比如说 我在这边,分母是 保留,我们把分子交换位置看 我们把分子八和九交换位置 如果说八 变来了这一边 九变来了这一边之后 那我们想看一下,它们是不是可以各自约减呢 十五分之九,是不是可以约三 所以十六分之八 又能约什么号码呢 所以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 十五分之九,约三的话 它拿到五,九月 约减三的话 它可以拿到三 十六分之八,它可以约减八 所以这里可以拿到二 这个可以拿到一 OK 那之后呢 我们再把剩下的号码 来继续相乘,三乘一五乘二 三乘一五乘二 三一三二五,十 我们最终也是可以算得到 最后的答案是十分之三 所以如果以这一个 呃,成法的 基础,去思考的话呢 我们 其实能 如果不需要互换位置的话 其实我们也是可以互相 约减分子和分母的 OK 比如说十五分之八 乘以十六分之九 我不需要交换位置 因为我已经知道了 这一个是它的本来的 方式 OK 它是交换位置 可是交换位置我要多一个step 所以在这一边我是可以直接 互相约减 比如说这一边的分母 跟这边的分子约减 这边的分母跟另外一边的分子约减 它们是可以交换的 你看到这边有一个乘 它是一个打差 九分之九它是可以互相约减 十六分之十六和这个八是可以互相约减 所以比如说这边我十五 约三的话是五 那九也是可以约三 所以我又约掉它 斜对面的约掉了 所以拿到五和三 这边八和十六我可以约八 所以比如说十六我约八的话 它拿到二 八约的话拿到一 所以在这边我剩下就是一乘三和五乘二 所以我就照乘回去 一三五二 所以一三三二五十 我就可以算到答案了 你有发现到这一个步骤的话 它的步骤减短了很多吗 所以这个也可以让你们很快的就可以算得到 我们看回去 本来如果说我们用直接把号码 没有经过约分 我们直接把号码 分母互相成和分子相成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数目会去到很大 然后你就必须要一直约减 然后去审视看一下你的答案 是否已经是最减的分数了 然后在这一边的话呢 它是多了一个步骤就是你要交换了 只好才能自己跟自己的分母和分子约减 可是在这边换个想法的话呢 这个是最快的方法 OK我们是可以互相约减掉我们的分子和分母的 就是把鞋对面的互相约减掉 OK 所以在这边 老师 让你们去注意起来 分数乘法中 不同分数中的分子和分母是可以互相约减的 你们可以把这一个抄写起来成你们的笔记 OK 好啦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如果说我不乘语分数 我乘的是一个整数呢 这个应该很长 你们会在百分比的练习当中 你们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那有些小孩子就不明白老师 为什么可以割掉啊 是什么这样的问题 所以呢 在这一边 老师要再给你们带到一个乘法里面 有一个basic idea 那就是呢 整数下面都有一个隐形的分母E OK 比如说这一题 15分之8乘3 3是一个整数 可是呢 我们要记得整数的下面都有一个隐形分母E 只是因为E 它是 当中是隐形的 所以通常是3 的话呢 把写成分数是1分之3 8的话呢 它的分数是1分之8 所以在这一边 以这一个为基础 我们看回来这一题 OK 你会发现 然后在这一题 你会发现 3 它是一个整数 所以我把它写成分数的话 它 依然下面有一个隐形的分母E OK 那在这一边 你有没有发现到 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做的呢 在这一边我发现到15和3 他们这个 这一个15和8是不能约减 可是我发现15和对面的那个分子3 它是可以约减的 所以我就可以进行约分 所以15 我约3的话拿到5 3我约减的话我拿到1 OK 所以 接下来就剩下的8和15 反正约分了 所以我就保留了 所以8乘1和5乘1 8乘1和5乘1 所以最后算到的答案是 5分之8 那请问这个是最后的答案了吗 不是哦 因为这个你发现了没有 它是一个假分数 分子大过分母 OK 所以 你必须要把它拿分子除以分母 拿到的就是这个 带分数 那同学们你们还记得 怎么把假分数换去带分数吗 我们拿分子拿来除以分母 OK 所以155 OK 所以这剩下的是3 那在上一堂课当中 老师也是有特别的 跟你们备注了 你们读的时候记得读的是 带母子 所以 1u5分之3 所以你会发现到你最后算到的答案就是 1u5分之3 可以吗 所以呢 在这边老师要给你们带到 你们可以把它抄写起来笔记 记得 哦 常常要提醒你们 整数的下面都有一个隐形的分母1 所以 这一个 如果把这个整数换成100 也是一样的 OK 所以你明白为什么老师有时候是直接把 如果老师没有把1写出来 老师会直接把它抄掉的原因了没有 那当然 在这边老师应该特别的给你们讲解 所以老师才会特别带了这一个 哎呀 终点出来给你们知道说 其实每一个整数下面都有一个分母1 那我们的呃 做的那个分数的乘法呢 其实跟我们之前所学到的那一个呃 呃 乘法的方式是一样的 就是跟这一边的这个方式是一样的 好 所以接下来 我们来看 如果说我现在我的分数是变成了带分数的话呢 带分数乘以一个整数的话 我又应该怎么做 OK 那 你们还记得 在 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把 呃 哦 3和5 那我直接约掉它 这个就变成5 这个就变成1 所以最终我的答案是188 所以1又5分 18 然后又不对我了 我又再要把它约掉 OK 错哦 你们要记得 每一次呢 在做 呃 所有的分数的时候 你看到带分数除了加减以外 哦 你就必须要把这个整数 哦 它的带分 它的那个带分数里面的整数 把它整个东西换成假分数 所以 记得 要把带分数 化为假分数先 你才能去进行接下来的乘法 运算 OK 所以比如说1 8乘以8乘以3的话呢 我知道 把它把它画成假分数 怎么画呢 同学们还记得吗 我们的做法就是 带乘以母再加回 4 然后分母造9 这个是乘 这个是加 好 这个要记得哈 所以是1乘15加8 over15 乘上我照写回 因为我现在就是把带分数化为假分数 OK 所以接下去 我算出来1乘15加8 画是23 所以是15分之23 那刚才有讲到的一个整数 下面都有一个隐形分母1 所以我下面放了一个1 所以在这一边 来到这边你就可以运用回你的 那才有讲到的彼此之间的分母和分子 是可以约减的话呢 你就可以去进行 约减的这一个想法 所以在这一边我知道说 15和3是可以约减的 所以 我就会约掉15和3 所以535133 OK 所以23和1是无法约减啦 23和5也无法约减了 所以呢 23乘1和5乘1 所以你相称起来 你就要拿到的是5分之23 那这个是最后的答案了吗 也还没有哦 记得记得 我们要把答案都不可以留着假分数的 我们也不许把答案 化为代分数 哦 所以就用回了刚才的那一个 你们可以用回了刚才的那个方式 尤其是你拿除 那分子除于分母 所以这边23的话是4哦 4 520 剩下3 所以在这一边 同样的我们又在读的方式是从 这里 123 所以记得吗 代 然后去到母 然后去到子 所以答案最后的答案 等于 自由5分之3 OK 所以在这边 同学们 可以也是可以把它做笔记起来 要记得 当你遇到代分数的时候 你要把代分数化为假分数 再来去进行分数的成法 这个是很重要的哦 所以呢 在这边 老师 呃 会有一些些的练习 你们可以 呃 跟着老师的步伐 一起去尝试完成看 或者说 如果你想要自己尝试 你学会了刚才的方式了之后呢 你想要自己尝试的话 你可以先暂停这个视频 哦 拿出一张纸张 在纸张上面去 呃 尝试运算看一件 然后呢 你再回来 雷回 看看自己是否有作对 或者说你对于刚才 呃 这个成法的 呃 掌握 掌握了多少 好 如果说你们要暂停的话 你们可以自己暂停 那找老师 接下来会继续 ok 所以比如说这一题 我们来看 十三分 十二乘以五 它是一个整数 那刚才老师有说到啦 记得每个整数的下面 都有一个隐形的分母 一 所以我就照写成一个一可以给他 然后呢 接下来 因为在这边我发现到 十三和二无法约减 十三和五也无法约减 二和一也无法约减 所以 我把它互相乘起来了 所以八乘五十三乘一 我算到的是四十分之 十三分之四十 那这个是最后的答案了吗 记得哦 这个是一个假分数 所以你还是要把它 化为带分数 记得 四十除十三 所以我算到的答案是 三六十三分之 嗯 再一题 十一分之四乘以五 OK 在这边 我现在也记得了 分 每一个整数的下面都有一个分母 一 所以我们检查看 十一分和四 它是可以约减的吗 不能 十一和五呢 能不能约减也不能 四和一有五法约减 所以呢 我这样子能做的东西就是 互相乘起来 十五和十 一十一 十一一 十一了 好 那记得再检查看下面的答案 是否 是 最后的答案了 没有我发现到这个是假分数 所以又是要把分子处于分母 所以我最后算到的答案是 一又十一分之 九 OK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下一题 十六分之一乘以十 OK 用回同样的方式 把 一个分母一 放在那个整数的下面 OK 那我们检查 六和一无法约减 六和十是可以约减的吗 有发现到吗 它们两个是可以约减的 所以我去进行约减 六 的话是三 除二 约减二 所以十 除二的话是五 那接下来再检查 三和一无法 三和五也无法了 五和一也无法了 所以呢 就把它相称吧 一乘五 六乘一 所以你就算 三乘一 所以你就算到的是三分之五 那这个是最后答案了吗 没有哦 记得记得记得 检查是不是假分数 这是假分数 所以就再把五除三 把它划为 代分数 一有三分之二 OK 答案是不是最简啦 是的 所以这个就是最后的答案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六分之五乘以十二 OK 我以同样的方式 OK 六分之五乘以十二 我放了一个隐形分母一 给这个整数 OK 那六和五无法约减 那六和十二 我发现了这两个是可以约减的 我都可以除于 六 所以我去进行约减 六 除以六的话是一 十二除以六的话是二 所以呢 我最后算一 它发现到五和一无法约减了 二和一无法约减 一和二也无法约减 五和一无法约减 所以你去把它将成 你就算到的答案是 一分之十 那在这一边 因为呢 我们通常会很少把这个分母一写在下面的 所以我们通常这个是consider as 我们的整数十 所以最后的答案应该是 十 OK 所以在这边还有一个题目 老学这边是还没有准备给你们的 你们可以自己尝试去做看 OK 所以在这一边 你最后算到的答案应该是多少呢 所以在这一边 OK 最后的答案你们算到的应该是 三又一分之三 好 这边你最后算到的答案应该是三又一分之三 我算到答案吗 比如说 OK 比如说这边十二和八是可以约减的 我约掉它 因为它自己尝试分母一了嘛 所以这一边的话呢 二 四八 三四 四二 所以我算到的是二乘五 五 乘于二和三 所以二五我放到答案应该是没有一尺 老师写方便哈 五乘二是十 这个是三 所以你把它分子出于分母 没有是假分数嘛 所以就算到的答案是三又三分之一 OK 就比较清楚一点啦 好了 接下去呢我们再来看一些些题目 还有两题的这个整数的 惩罚 那在这边你发现到它的 整数的号码已经是越来越大了 有发现到吗 OK 我们来看这一题 好 当然如果说你要暂停这个视频了 自己尝试看的话 你可以暂停 在纸张上面尝试了之后呢 你再回来观看你自己的解答 以及理解是否正确 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一题 三十五分之十一乘于二十五 好 所以在这一边记得有一个引擎分母一 那当然我发现到 诶 这个号码 这个号码是可以 约减的 所以我们来看 如果说你还是不敢直接 除掉的话 约减掉的话 你可以还是可以用回应该的方式 一个分母一 好 所以呢 现在进行约减 因为我发现二十五和三十五 是有共同点的 他们都可以除五 所以呢 这个除五是七 这个除五是五 那接下来你再检查 七二十一可以约减吗 不能七二五也不能约减了 所以呢 我就把它互相存起来 所以十一乘五 除以七乘一 所以是五十五分 七分之五十五 所以在这边 诶 发现到了没有 这个十一个 假分数 所以呢 你应该怎么做 你应该把它 呃 化为大分数 就是分子除以分 哦 老师一直在重复的那个步骤 你们要记得记得 每一次做完之后要审查一下 自己是否 做对了 然后这个是不是最减分 数 ok 下一个我们再来看 二十四 十八分之五 所以在这边 我们同样的又再把它 化成 呃 有一个 平行分母一 ok 那我发现到 十八和二十四 咦他们两个都是双数 他们两个都可以除于 呃 一些号码 所以在这一边 呃 我会除以六 所以三六十八 二十四的话呢 四六二十四 对吗 所以就拿到四 那检查一下 诶 三和五可以越减 不能 三和四还能再继续越减 不能啊 所以呢 应该就把它分子 互相乘 分母互相乘 所以五乘四和三乘 一 所以二十 三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个是一个假分数 又再来了 所以把它化为 代分数 所以二十除三 拿到六 三分之二 这个是不是最减分数的 是的 所以 说法 如果说拿分数 乘以整数 你都学会了吗 那接下来我们就分回去 刚才我们第一 一张stack所学到的 那就是 互相的乘法 ok 所以在这一边 十五分之二 乘以八分之五 ok 在这一边你有发现到 他们之间有些什么 共同点吗 在这一边 你可以用回跟蔡老师所教你的 ok 彼此之间 在分数的乘法当中 ok 彼此之间的分母和分子 是可以互相 越减 互相越分的 所以你可以检查 这一边 十五和二 是无法越减的 八和五是五 无法越减的 那我们来看写对面的 十五分 跟对面的分子 两个都是五和一个是十五 都可以越减 八和呢 八和二也是可以越减 所以我就可以交叉 ok 所以十五除以五 三 五除以五 一 八和二我除二 所以八除二是四 二除二是一 所以呢 在这边我就得到的是 一乘一和三乘四 所以我就会算到答案是十二分 之一 ok 那接下来 这一题呢 ok 同样的 这个方式的话呢 我把它 检查看一下 是否 诶 这里一个横不见了 我需要把它先检查看一下 嗯 它是否有些什么是可以互相 越减的 所以我们来看 诶 十三和三十九 OK 三十九和十四是不能了 因为这是双 这是双 所以无法越减 那我们来可以写对面的 这个的分母和对面的分子可以吗 十三和三十九 诶 好像是可以诶 那二十八和十四呢 也是可以的 所以在这边 十三 三十九 我可以除十三 这个拿到三 对吗 三一三三三三九三十九 所以这边是除以十三 我拿到一 这边十四和二十八 同样的 诶 我觉得可以除十四 好 二十八除以十四是二 这个是一 所以呢 我发现到一乘一和三乘二 OK 你互相乘起来的时候呢 你最后得到的答案是六分之一 有没有发现 这么做的方式 你们快乐很多呢 特别是当你们的分母 还是分子的号码 已经越来越大的时候 这样的 彼此之间的分子和分母 是可以越减的方式呢 可以帮助你们很快的就算得到答案 而不需要再去把 14乘13 你要在旁边去拿 14 出来这边算 14乘13 39乘28 最终的答案是 去到几百几百的 然后再来越减越减 拼命的越减 那这一个方式呢 就可以做法 让你们去 这么去计算 分数很 那些数值会比较大的分数 也是快很多 所以你们可以尝试 OK 记得用这种 在分数乘法当中 彼此的分子和分母是可以约减的 这一个idea 去做算下你们的分数的乘法当中 的话呢 可以帮助到你们很快的完成你们的数学 尤其是在你们的数学考试的时候 有没有 事件1 我们有40题 你们只有一个小时 那你们每一次都会用了很长的时间 甚至是有些同学你们会来不及完成的 所以呢 这一个就是一个可以帮助你们的一个方式 好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题 45分之32乘以28分之15 哇 号码已经越来越大了 所以呢 不要紧张 OK 看到这个就要放弃 尝试用回老师刚才所教你们的那个idea 彼此之间的分子和分母是可以互相 越减的 好 所以在这一边 我看看一下 OK 这一边呢 他的分 彼此自己的分子和分母是否能越减 好 你们每次要先检查先 45和32 双核单不能 这个也是双核单 也不能 所以我只能做的就是呢 彼此之间的分子和分母越减 我们检查看一下能不能 15和45都可以 都有个5应该都可以除 双核双核也是可以除的 所以在这一边 45和15 OK 我会约 这里有15和45 OK 15如果乘3的话就是45了 所以我会把它除以15 所以这是拿到3 这一边拿到1 而这一个呢 28和32 OK 我越减的4 4 OK 4728 这个 8是32 OK 所以呢 你最后再想看它能不能越减1 已经无法越在越减了 所以你就把它互相乘起来 8乘1 1除以3乘7 所以你就算到的答案是21分之8 OK 有没有发现这个方式快很多啊 大致上每一次就是三个步骤就可以算得到的 OK 当然如果说你在这边你越的时候 我这边可能我一开始我会是越15 OK 我可能越5 的话你还是要继续检查 每一次都要检查 是否已经是无法在越减了的 那无法在越减了的 才来把它 互相乘起来 记得哦 这个是这一个方式的诀窍哦 你不要 在这边我只是做到了一个 比如说 在这边我可能我没有做 我没有除那么多 然后可能我除的是 除以5 罢了 那我就可能你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比如说这边你除以5的话 9 这边除以5的话是3罢了 那你还在检查啊 3和9还能在约吗 还可以 我再除 1 除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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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约很多次 所以 每一次尽量尝试看一下 诶 15 分母和分子之间 它们是否有些什么千丝万缕的关系 ok 所以呢 在这边 也学会了吗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回去 分数和百分比的互化 我们靠回上一堂课 我们再怎么去互化分数和百分比呢 一开始我们有说到的 直接把它充于一百 所以在这边你有发现到吗 充于一百的话呢 ok 这一边的二十 和一百 我可以直接除 所以 我可以 either 我可以先把这个十位 我不要它 我先越掉它了 因为十和十是一样的嘛 你可以直接把它越掉 那二和十的话 这个生一 这个生五 所以你最后算到的还是 五五二十五 那当然如果你不要这么算的话呢 你还是可以依然的 直接 把 二十和一百 除掉 就比如说 嗯 二十 你知道 五个二十是一百 所以这是五 这个就必要了 只剩下一 所以五五也是一样 你最后算到答案是 二十五 对吗 所以有发现到吗 这一个方式 就是跟刚才老师教你们的那个乘法的方式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其实分母也是一个一嘛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把分子除以分母再乘以一百 就是把它化为小数了之后 再拿来 乘以一百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把分母变一百 想办法把分母变成一百 比如说二十分之五 你可以乘五 拿到百分之二十 所以最后的变成是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很快速的一个复习 那我们再学会了分数的乘法 那我们来尝试看一下 是否可以将分数乘以 就是用在一个分数的乘法的方面的掌握的学会的技巧 好 我们会运用在这一堂 这一边上面 那你们可以在这里 你们可以先暂停一下视频 在纸张上面尝试做看一下 好 你们再继续回来看这个视频也是可以的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 四分之一 我是讲说用回这个分 百分币的那个方式就是乘以 将分数乘以一百 所以在这一边 我乘以一百的话 当然这边你要自己去放的是那个挂糊 和那个百分号 所以这边有个挂糊 有一个百分号 所以这边有个挂糊 有一个百分号 有一个百分号 有一个挂糊 所以在这一边 我会先把它 4 和这个100 那记得下面有一个隐形分母 1 ok 这边有一个隐形分母 1 当然你可以用这个方式 或者你已经熟练了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隐形分母 好 忘记掉 你是可以的 比如说老师做熟细的 老师就会把这个隐形分母给 也忘掉了 因为它是隐形的嘛 所以你只要明白说 它其实 整数也好 它也是可以把它写成分数 然后你们就会用回 那个 记得 在分数乘法当中 彼此的分子和分母 是可以互相越减的方式 就可以了 所以 4 和100 4可以除4 拿到1 而100可以除4拿到25 所以呢 1乘25 这是1乘1嘛 所以你最后算得到的答案 依然是 25% 你做对了吗 那如果是第四题的这个呢 50 和17呢 号码会比较大一点了 所以同样的 你可以用回 50 47 OK 乘于100 这边当然也是要放一个瓜糊 和一个百分号 所以呢你会发现说 在这边 50 100 OK 我知道 一个50 这个是两个50 所以这边你可以把它越减掉 这是1 这个是2 所以 47乘2 分母是1 所以47乘2 你就会算得到94 所以要记得还是要翻回百分号 OK 有没有做的比较快了一点 有没有比较熟练一点的呢 那接下来如果我们用回第二种的方式 我们再复习一下 如果是化为小数的话呢 通然记得只除母再乘100 这个口诀你们可以去记起来 所以3除10 那你只要3除10的话 你可以移小数点 有没有 因为3它每个点都有一个整数 后面都有一个点 所以呢 在这边你就可以 把这个小数点往前移 几个位呢 当然是只有一个位置啦 因为这边只有一个0 所以点在前面的话是0.3 所以我通常把3除10拿到0.3 有没有 拿到0.3的之后呢 你再把它拿来乘100 OK 那乘100的时候 你同样啦 你再移小数点啦 记得 乘100有两个0 这有两个0 所以你要移两个位置 往哪里移呢 乘是往后移的 因为号码会变大 所以移两个位 所以这边要补一个0 所以你最终算到的档案应该是30% OK 那这一题呢 12 25 12除以25 OK 你最终算到的答应应该是0.48 乘100 同样的用回 以小数点的方式乘100 两个0 比两个位 所以最终算到的是48% 接下来 矿分法 这样分母变成100 可以叫做矿分法 就是把你的分母矿 把整个分数变大 主要是把分母变成100 想办法 5要解决成100 我知道 5是可以拿来 乘以20 记得 是因为分数的原理上面 你的分母重的话 分子也要跟着乘 不然的话呢 它的那个比例就会错误掉 所以 5乘20的话 2也要乘20 你就算到的答应应该是100 分之40 这个是百分号的时候 记得你可以把100把它变成百分 就是百分数的时候 可以把100画成百分号 所以40找写 把100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100 有没有 有两个0和一个数 有没有 两个0和一个数 两个0和一个数 有没有 比较容易记得呢 那接下来这一题 第2题的20分之13 同样呢 把整个号码变成百分数 所以比如说20要加变成100 我知道是可以拿来乘5 记得 分母乘5 分子乘5 分子乘5 所以你就算到是65 所以同样的 再把100 划成百分号 所以是65 OK 那接下来如果是 代分数和百分比的互换呢 我们再来一个复习哈 1 又4分之1 同样的 先把它划成 这个 步骤也是一样 划成甲分数 OK 1乘4加1 或者4乘100 所以 这个13是我们所学到的 在这一边 你有发现到吗 4和5和100 要怎么去用回 那一个 呃 乘法的运算呢 OK 所以这边你知道 4和100是可以赢的哦 要记得哦 4和100是有关系的 因为呢 一个 就是4 这个是可以拿到248 剩下20 所以5 4 20 所以一定可以算到25 所以你再拿25来乘以5 就可以算得到 答案 120 5 那在这一边 如果是 你 你把这一个分 代分数的 当中的 那个 整数和分数分开的时候 各乘100 所以比如说 1乘100 加4分之1乘100 所以你就算到的答案是 也是一样的 那因为在这边 你只要讲说 这个是4 一个4的话 这个是25个 所以同样的是25 所以加下4分数 那我们再来尝试挑战看一下 这一边的数学 把这些分数 化成百分比 所以刚才有两个方式 你可以选择用你 比较prefer的方式 OK 比如说这边 老师用的 都是用回那个 分数的乘法 OK 老师不用拆开算 我老师用的是 直接 化成 假分数的时候 乘100 所以在这边 我把它化成 假分数先 怎么换呢 OK 带乘母乘加子 带乘母加子 所以1乘4加1 包括分母造写 乘100 所以在这边 你算到的是 4分之5 乘100 那记得 这里的4和100 是可以约减的 OK 这是1 这个是25 25乘以5 就会上到 125 5% 到没有 所以这里是125% 所以这边的答案 所以这边的答案是 125% OK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一个呢 不见掉了 等一下 所以这边是125%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 5 6 10分之3 然后呢 同样的 我可以移 然后我会打 假分数先 5乘10加3 分母10造写 相于100 可以算到 53 10乘100 所以在这边 你会看到 10和100 它是可以约掉的 这是一个10的话呢 是10个 OK 10乘10是100 所以这是10 10乘53 OK 你会算得到 530% 所以这一边的答案 应该是 530% OK 这边的答案也是 530% 发现 算对了吗 好 接下来另外两题 OK 同样的 就把它化为 假分数 再来乘100 所以 化为假分数 4乘25加21 OK 整乘 母加子 所以 要写了 你算成了 25分之121乘100 所以在这一边 我也知道 假如25和100 有没有关联 有的 一个25的话 4个25是等于100 所以这是4 4乘121 我们算到的是 484 OK 所以这一边的答案是 484% 你说对了吗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下一题 950E 10E看到吗 它的分数 已经越来越大了 你有发现到 当 1的时候 会拿到100 5会拿到500 4会拿到400 所以你猜猜 这边拿到多少 9的话 应该是900以上了 所以我们先把第一个步骤 把它化为 假分数 9乘50加11 OK 你算到的是 461 50 100 OK 那50和100是可以越减的 所以 50是1 100是2 所以2乘461 OK 你算到的答案是 922 8 所以这边的答案是 922 8 8 OK 你算对了吗 那如果说完这些 你都已经 算对了 掌握了 那老师相信 就像你们在做数学啦 分数啦 以及这一个 百分比 百分比的CT的时候呢 应该可以快了很多 因为你们不需要 去拿5乘100 再拿来 500然后再来除4 那会比较麻烦一点 尤其是当你遇到 那个号码已经越来越大 比如说 461乘100的话 你就要拿 461乘100的话 你就要拿 461乘100 两个0 然后呢 你还要 除余多少 你还要除余 50 那个号码其实非常的 现在非常的大 你要算到一个 很适时的时候 你就会 晕掉了 舒适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晕掉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这边有 三题的应用题 你们这是额外的一个小小复习 你们可以尝试 拿出一张白纸 尝试挑战看一下 那你可以先暂停 完成的时候 你再继续看 看老师接下来的 分析和讲解 这边呢 第二题会不会有一点难 一和三的 那个洗题 是有一点相似的 那你们可以先暂停 你自己可能一个大概 半小时 完成了之后 再背回这边的三题的应用题 来看看自己是否 有理解分析的对不对 然后你算的也对不对 好 欢迎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 你做对了吗 第一题 OK 这边有讲到的 治愈小学有840个高年级的学生 这有多少个 有840个高年级 他讲你其中的5%参加了 同管乐队 OK 他为你参加同管乐队的高年级的学生 有多少个人 他自己要的是人 他这里给你的是几%而已 所以这些简单 你就是直接把5%化为百分数 然后再来乘于高年级有多少个学生 所以 5% 对吗 因为呢 这个把这个画开的话 是等于这个100 乘于840 OK 这边我知道讲说 这个0和这个0是可以约掉的 所以剩下的10分之5乘84 所以在这一边 10分之5乘84 我就想看他是否能约减 OK 比如说10和5 我发现了 这两个是可以约减的 或者说你要10和84约减 你先也是可以 那在这边我学会前做的是 10和5约减 所以10除以5的话是2 5除5是1 那2和8是84 然后是1分之1乘84对吗 那在这边 2和84可不可以约减呢 还是可以约减呢 比如说1和2 然后呢 这也是428 224 所以是42 所以你就算到了哪 应该有42个同学 参加了高年级的 那个管乐队 OK 从管乐队 算对了吗 那介绍我们来看看第二题 我们这边因为一点点的难 这就会是属于K8T的 好 比如说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边 他讲说 这个唱库里面有多少个成 有orange orange有325 他讲说苹果 ok 比成多40% 他问他共有多少个水果 代表成和orange是多少个 所以呢 这边你要做一些小小的分析 ok 比如说 第一个老师 在做一个分析 橙 还有325个 我把它当作是100 因为这边讲苹果 它有两个东西吗 一个是橙 一个是苹果 他讲说 橙和苹果 苹果是比橙多40%的 所以他讲说 比橙多40% 我会把橙当作100% 所以苹果的话呢 就是比橙 橙是100%的话 加40% 所以拿140% 所以呢 总共有多少个水果 水果的总共的量有多少 如果我以橙为100% 就是以他为 100%的话呢 总共的水果的百分比 是有100加140 所以等于240% 所以在这边呢 你就可以把 240% 把它化为百分数之后 成为那个橙的数量 因为这边我们只有橙有数量 OK 所以你只能移 成为100% 所以在这一边 我们就可以 诶 我发现在有两个0 我把它跃掉 数目就变小了一点点 你就比较容易去算了 所以10 24 325 你可以上下跃减 或者斜跃减 也是可以的 那在这边有10 会倾向于 上下跃减 所以因为它的分数比 它的数量比较小 所以这个是5的话 这个是12 那在这边 诶 已经跃完了吗 你得到是5分之12 可是我发现 这里是5 这个也是5 是否能跃减呢 还是可以跃减哦 再跃减一次看 这里是5 的话呢 先拿1 这边的话呢 6530 525 所以是65 所以这个分5是1的话呢 12乘65 可以算到的答案是多少 答案是780个 所以不 OK 算对了吗 好 我们来看下一题 画幅内有50个花盆 虎基花占全部花的32% 我们这边分析一下题目哦 我们总共有50盆花 虎基 Orchid OK Orchid是全部花的32% 全部花的 OK 代表是50盆里面的32% 所以在这一边 你应该怎么去计算 虎基花有多少盆呢 OK 他问你有多少盆 虎基花 所以呢 虎基花 他讲虎基花是全部花的32% 对了的32 有没有看到那个题文 的 OK 这里有个的 全部花代表是50盆 对不对 所以50盆的32% 所以很简单呢 你就是把的 记得吗 上次老师有说过 的代表的是什么呢 的代表的是乘 所以呢 你就把32%化为百分 好 百分数了之后 拿来乘以50盆的 所以非常简单 所以在这边呢 诶 0和0可以月掉 我把它月掉啦 所以分数就变小一点点 十三十二乘五 所以我可能可以 结月减 OK 所以比如说 这个是2 这个是1 OK 所以你最后上到的 剩下的是 二分之三十二 那还可以再月减吗 也还是可以呀 或者说你可以直接 把三十二除以二 所以拿到的是 十六盆 OK 好啦 今天的这个复习 就到这边为止 那如果说 你们在做 这个学习题的时候 如果对于 这些分数的惩罚 还是月减还有 什么疑问的话呢 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 OK 老师会尽可能的回答你们 然后当然 如果你们有些疑问的话呢 你们可以mark起来 然后在 我们每周见面的 介面会上面 好好提出来 我们大家一起讨论 好 那今天 DJ Janice的分享就到这边 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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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